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师徒雪姨 方聊百问的第二堂课是介绍薄荷精油 薄荷是大家除了薰衣草之外 另一只最常听到和使用到的精油 在我们平时吃的口香糖 喝的茶包 用的白花油里面都有薄荷的成分 它可以在我们很需要集中精神的时候 比如开车 开会 复习 考试的时候 都可以用它来保持头脑清晰和专注力 而当我们身体体温过高的时候 也可以用它来散热和降温 效果也是非常不错哦 课堂里会有详细的分享 让你们都可以在生活里面全面使用好它 希望你们喜欢